来 纪山哪 这半张麒麟帖 怎么会到你手里呢 身手一抓 来了 季珊 你这性格一点没变 吹牛都不带眨眼的 行了 不跟你逗闷子了 说点实在的吧 你觉得咱这生意 怎么谈呢 我们要换回张老婆 说得真轻轻 说换就换哪 我这耳朵的丑 我还没跟你算呢 我爹的丑也不算 不急不急啊 今天呢 我们是来谈生意 其他的不强 好 既然是谈生意 咱们都得验验货吧 那你们的货呢 那半张骑兵铁 我总得看看吧 我们会傻到把这个东西放在身上吗 没带来啊 不过我实话告诉你啊 你就是带来了 也换不走你爹 你不想要那半张啊 你有半张纸 我有半张纸 说破了天 凑一块也就是一张废纸 可是你爹 早把麒麟铁的秘密 烂熟于心了 你觉得 我可能用这样的人 换那半张废纸吗 也就是说 你爹学问大呀 这麒麟铁的秘密 只有他 才能够参详出来 我是不懂 因此 我绝不会为了那一整张的废纸 拿你爹换坏来 我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吧 所以呢 这生意咱就不用谈了 你爹呢 也用不着你们这么兴师动众来救他 只要他说出麒麟铁的秘密 我会八台大叫给你们送回去 二大爷 这生意咱就不用谈了 请吧 少废话 来人 行吧 生意谈不成了 那就算了 好 这买卖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不过我要提醒各位 那半张废纸可得留好 万一这张老先生有个三长两短的 行许两个半张废纸凑一张 能派上用程 不留几位了 请 行许关 行许关 张老先生不能有个三长两短的 要不然咱俩新章旧章一块算 好 小飞 一家哥 好 伯父您没事吧 没事 小灰 你糊涂啊 冒险救一个土麦半截的人 你值得吗 你爹这一生坦坦荡荡 清清白白 眼看着你长大成人了 爹也算是修成了正国 要是你为了救我 把命都给搭上 你让我在黄泉路上这么安息 爹 秦璇 唉 你正当年华 杀的一包裹才是正事 别把命搭给一个风筑残念的老棒子 九泉之下 我没脸接你的蹄 行了 行了 别在这儿演苦情戏了 乔极山 我可提醒你 动静别闹得太大 回头引来日本人 你我的日子都不好过 要想成事 你就得忍 想想 当年我在你爹的手下 那是怎么忍过来的 秦璇 你是想劝我还是想逼我 秦璇 也跟汉奸一般见识 秦璇 实话告诉你 当我第一眼看见齐连铁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是一张地图 但是 你手上只有半张 那秘密 永远就是秘密 小慧 抓紧你手中的那半张 那是套在前一魂头上的龙头 记住 是 帮你走吧 爹 走啊 快走 爹 伯父 几位 没听见哪 你们老子都让你们走了 小怀 你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 跟我走 走啊 不送 不让你不开合我们 打死你 不让你吃八巴菜 不让你不开合我们 说不说 说不说 住手 怎么下手那么狠啊 你看你把老东西给打的 骨头快散了吧 扶他上去 快点啊 下 买子 我说张文通啊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我可告诉你啊 乔记山还有你女儿张晓慧 就在这附近 就在这附近 司机是想救你 你是真希望他们死在你面前吗 如果不是呢 你就把秦林铁的密笔告诉我啊 我呢就把你给放了 咱们是化干戈为雨波 你做梦了 你做梦了吧 好 我做梦 不说就不说 你就把那麒麟帖的秘密 烂在心里 但是你得告诉我 那半张麒麟帖 是谁送出去的 我 可以让你 免受皮肉之苦 你猜 你手底下就这几个人 你要是猜对了 我就把他给你送出去 我秦林铁的密笔都告诉你 六子 你跟我来 六子 我是真没想到 咱们身边居然有奸细啊 这赶快得查出来 不然的话 咱俩的性命堪忧 这不明摆着呢吗 嗯 徐老蔫 徐老蔫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啊 只有他和张武通接触最多 他又能随意进入 我宁愿相信 这个奸细是你 我也不信是他徐老蔫 他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天生胆小如虎 怕事 三脚都踹不住个屁来 他能干不呢 即便是他干的 齐林铁已经送出去 他干嘛不跑啊 他怎么还回来呀 回来送死吗 你可除了他 还有谁啊 反正不是我啊 是啊 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事了 柳子 嗯 赶快查一查咱们身边所有的人 不管亲书 掩插到底 行吧 我赶紧去吧 二叔 二叔 你说用不用多叫点弟兄 晚上万一乔记山回来把张文堂敲 这事千万别闹大 如果让鬼子知道了咱爷俩更不好过 我想他乔记山还不会吧 大白天的来劫人 打草惊蛇 二叔 还是小心点啊 我知道了 快查 盐茶 小慧姐 那半张齐林铁换不回你爹 那如果另外那半张也在咱们手里呢 哎呀 我说亮亮 你就别添乱了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钱玉坤抓了张老婆 而张老婆呢 已经参透了麒麟铁的秘密 知道宝藏的下落 所以钱玉坤就以为 他已经知道宝藏的下落了 那半张只对于钱玉坤来说 无所谓了 那不一定嘛 我怎么就叫不会你呢 亮亮 我都急死了 就按你说的 咱们进去偷那半张纸 那那那纸都能偷出来的话 那不如把人纸就抢出来得了 哎呦 这一大活人跟一张纸能一样吗 偷物和偷人 那纸多好得手啊 那那你偷纸 不得进他那院子呀 对吧 你把这人抢出来 你还是得进院子呀 难度是一样的 对你有难度 那对我神头鲜那就没难度了 我皇宫都照进 各何况的钱玉坤那破狗窝了 亮亮 这么严肃的场合你能不吹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不能单独行动 我求求你了 我怕了 那你说的咋办嘛 他讲得是对的呀 夜仓梦多 万一钱玉坤他脑袖层怒 他肯定会得脑袋 那还怎么成啊 软了不行就来硬的 大地说得没错 我告诉你 这件事实在不行 咱只能来硬的 来 咱们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等等 我首先要谢谢大家 为我和我爹所做的这一期 但是我们不能去行动 我观察了一下 钱玉坤的院子 他的外围根本就没有遮蔽屋 而且离日军司令部 不足五百米之远 我们今天过去 已经算上是打草惊蛇了 他一定会加强防备的 如果我们这样贸然去行动 成功的几率只能是零 小慧姐 那可是你爹呀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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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爹 对不起啊 我爹今天说的话 我相信你也都听到了 他是一个高尚女人 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他希望我们这些年纪轻轻的生命 能够贡献给 抗日救亡的事业 他是我的父亲 也是你们的父亲 一个父亲怎么可能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 一个个这样白白地牺牲呢 如果我们再这样 贸然地去行动 只会伤害他的尊严 他是五四运动 站起来的这一代人 是尊严 更生一生 是尊严 你 尊严 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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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办 该怎么办 怎么办 人是必定要救的 那行啊 那咱还是来应的吧 来应的 不行不行不行 这到底不能怎样 你们还没听明白呀 小慧姐和张老婆的意思 是不希望我们白白去送死 闻尼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张大哥 我不能把您的恩人 人心不管呢 这辈子我良心过不惧 糊涂 你说你留在这儿 除了生物做饭 还能做什么 赶紧走吧 干点什么 也比在这儿 伺候罕奸走够强啊 张大哥 就是走 我得去把您带走啊 你自身都难保 就别管我了 大哥 今年上诞 我来救你 这沙盘做得真不错呀 这王道明卖手真巧啊 老大 我们先讲证词好不好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谁能够把这个消息送进去 你说他们开会开会研究研究 有着时间 早晚人怎么在这儿呢 论武功啊 季善哥不如我 论强法他不如你 他论脑话吧 咱俩一会儿都不是他哥 出谋划子的事儿 还是交给季善哥和张晓慧吧 我就说你这个人光长肉不长脑子吧 他俩现在能出什么好计谋 那张老婆和张晓慧的意思 你还没听明白吧 他们是不以为我们做无谓的牺牲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尝评 你明白吗 哎呀 你就别提我 我怎么是添乱呢 你来来来 我给你讲一下 你回想一下 简余坤手里是不是有半张吉林铁 我们手里是不是也有半张吉林铁 说我把简余坤的半张吉林铁 和我们的半张吉林铁 投到一块就变成了一张吉林铁 你说简余坤着急不着急 对呀 不对 既然哥说过了 现在简余坤只顶着上门动物 这张吉林铁对他已经没有用了 那是简余坤用来麻痹我们 那是简余坤说的 上政治歌的时候你没听吗 教导员怎么说的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用 凡是敌人说没有用的 对我们来说一定有用 这简余坤听过后一句没听过 你说是不是意思吧 也是 这有吉林铁总理没有想吧 缺乎了 你有吉普 你去哪儿啊 我去投机林铁 到他们发现了怎么 没到他们发现了我就回来了 不要死你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么说真是许老年啊 上上下下我都查了个遍 除了许老年就没人出去过 看来我前一分看错人了 要我说就把他许老年抓来 三鞭子下去都得招 先等等 我看如果真是许老年 倒挺好 清许能从他身上套出点什么秘密来 乔济山那边有什么动静呢 已经摸清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他们回去之后一直没出门 一直没出门 这什么漏子 咱们刚回来的时候 没有人跟踪我们的 没有 即使是有人跟踪 咱们绕了两个圈 而且分别下的手 不会有问题 我在想你说这钱于坤 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把我们给放了呢 齐林铁我爹都在他手里 那咱们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价值了 这个钱于坤 当时想杀不敢动手 他机会怎么呢 日本人 二叔 我也有件事一直没做过明白 我 咱们今天为什么不把他们抓了我 我天哪 我怎么跟你说 这乔济山必须死在日本人手里 咱们才能脱了干系 这样 今天后半夜 你去报告归天 就说发现了拔路的奸细 然后带着弟兄和日本人一起招呼 手游端机关枪一块给我发 往死里打 我只要死的 不要活的 明白 我想一定是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说过 这种国主不准杀 只要我们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千玉坤就会脱掉所有的干系 以他的本性 他一定会借刀撒人的呀 没错 没错 立刻转移 立刻转移 太军 我们发现的这些个炮都十分狡猾 要不要向警上台军报告 不要打扰长官的美貌 开路 是 大力 大力 亮亮呢 他还没回来 他干什么去了 他 你快点讲呀 我们现在很危险 他去偷麒麟帖了 怎么 你赶紧交集大伙 金银亮亮 好 我不是故意啊 走 我不是故意啊 n1 他 在初红后想把挖了个洞 知通后计 咱们去找小贵去 我也要当八路军 打鬼子啊 走 谁 站住 怎么样呢 你这个不知死的小野丫头 杀了我 杀了 稷山哥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你做梦 乔稷山即将死在日本人手里 跑 你现在对我没用 我就送你上几天 陪乔稷山做个伴 队长 快跑 快走 队队 快 站在那 张伯伯 爹 爹 都别动 行啊 仇人奸细都出来了 啊 啊 哼 章文通 你现在要说出麒麟帖的秘密 我马上放你们走 好 到现在还死掉了 成 徐老妮 跪下来 我饶你不死 钱一昆 我不怕死 你们给他吃了什么迷洪药 他居然都不怕死 那好 我现在就送你们上几天 你试试 别动 不要动 别动 快 走 老孟 我赶紧走吧 别动我 快走 快走 快 快 老妮 老妮 我在益水深扩展的 老妮 快快 快走 给我这剑 老妮 你要干什么 大大哥 我去老妮 这辈子软软弱热的 今天 我要让那些狗仔的们 看看我的硬性 快走吧 太阳 你来的正儿 八路到我家行刺 这边的人 叫强地不杀 你就是大家了 大家个不争气的家奴 私通八路对我心策 你就是大家了 背下 当家的 你去死了吗 慧琳 月姐 注意警戒啊 千万注意警戒 comun改 你去 Fen 你去从很 Evoy 是你吃花脚的家奴 你还 hey 我打字 来 把人请走 日本人 吹燕青 汐灵的地下宝藏 你一定要守住 集成你爹的遗志 伯父您就放心吧 小慧 从小媚妞 然后给宠坏了 你多胆胆 把他交给你 我就放心 小慧 爹没有儿子 你给儿子和家 做了金国英雄 你是爹的骄傲 记住 等打破了日本人 一定别忘了 告诉爹 小慧 爹 小荷儿 张老先生的死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团长 有什么任务下命令吧 我代表巴勒军 一团的全体战士 小鬼都快是清晰灵 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想他们很快就会下手 所以我希望突击队潜入县城 默请小鬼子的动向 为保卫清晰灵的决战做准备 保证完成任务 我错了 都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擅自去偷麒麟铁 更不应该个人行动去救赵老婆 我诚实不足败事有余 你这个态度像是你错了吗 我还没说呢你就一套一套 老大 老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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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亮亮 我们确实已经自定了营救计划了呀 都是我搅和的 这不主动认错了吗 可是你这不态度不太端正啊 我都主动认错了 还要多端正 张老婆没了我能高兴啊 他的死都是因为我 我心里好受吗 薛亮亮 你要是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话 以后突击罪的行动 你不要参加了 不要 那条 几张哥 别别别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吗 不说话是我认识不足 主动认错还是我认识不足 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吗 亮亮 不是 小鬼姐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才害了你爹 亲人的血不能白流 咱们要为失去的亲人报仇 报仇 报仇 一世春和我们家都暴露了 后来还是小慧提醒了我 现在咱们只能在这儿落脚了 这个地方可以 小鬼子不知道 钱玉坤为了那半张图 也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 关键 小慧她又回到这个地方 心里一定会难受吧 是 小慧 对不起 这也是 禅忍或是 有趣的 禅忍我 哭吧 亮亮也在哭呢 我从来都没有拐过亮亮 这一切也不是她的错 我只是有些处军伤情罢了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 哭出来就好了 前嫂 请你向我做出解释 报告太君 是本人用人不查 家奴暗通八路 所以才掩在共挡行刺 那到你家的三位客人 和行刺有什么联系 没有任何联系 他们三个是我的远房亲戚 没待一会就走了 八路到你家行刺你 说明你对皇军忠诚 希望你继续忠诚下去 不要有任何阴谋 不然后果会很严重 我得明白 前嫂 英勇将军和滕野先生住在义院 那里有皇军把守 任何人不准进入 义院周围的治安 就由你负责 你要严加盘查 再出现行刺 为你是问 来 亮亮不见了 这留着 这个 完了 这亮亮杀前约坤去了 你怎么知道 这很清楚啊 亮亮 心碎了 去找一个姓钱的男人 不管用枪还是用刀 一定要杀死他 即使死了 死而无憾 哪 哪有无憾啊 不下雨的嘛 无憾 呃 这都读懂了 打脚就这么联系 一看就明白了 别说了 赶紧营救 来 靠命 动态就上来了 田愚昆在哪儿 现在呢 去雨原巡罗了 你啊 怎么走 雨原 我出门逃尾 一直走到头儿 而是 有个大战院就是 passengers 一克 路边 室戈 巨殖 万岐 他 这样 大战 怎么回事 张九斤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贸然行动的话 国际影响会不好 只有等待麒麟铁 麒麟铁 报告 将军 这是司令部 刚刚送来的机密文件 太好了 有了这些图纸和文件 我们不用等麒麟天 就可以直接行动了 我是鹰鹅将军 什么 好的 我马上就过去 司令部的五天大组 让我马上过去的 这只卡怎么样 我看过哪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料料好像没来过 哎哎哎哎 那个画的乱七八糟那个 是信吗 当然是信了 你 你看明白了 你不废话吗 大力之长 从小到大呀 这流气 我看了没有一千封 也有八百封 非常清楚 照我说 反正都已经来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的 就去把钱一块 载了再说 你傻呀 打草惊蛇 大明白说得对 咱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 而且亮亮和富国都不在 撤吧 好